严先生有扎实的地方组织 这种特质是多数的政党 甚至没有政党奥援的人 根本没有机会 也没有资源的 林静怡林医师 还被总统来封为助身娘娘 包括在林家隆市长的家职下 也还兼差来当个妈祖婆 像这样子的人才 或者是转战宗教界 这可能也是全国人民的损失 请您是否可以看看 您的竞争对手 并且告诉我们 您可以从您竞争对手上 看到是不是有一些 值得您赞许的特质 以及可以学习的榜样 以作为您未来担任 中二选区立法委员的参考 在其他候选人身上 我倒是有看到几个优点 像我们的林静怡林医师 担任妇产科医师的期间 就开始参与政治 仍然能够在20年左右的时间 能够接生7000位新生儿 还被总统来封为助生娘娘 包括在林家隆市长的加持下 也还兼差来当个妈祖婆 像这样子的人才 没有办法继续留在一界 反倒是一界的损失 或者是转战宗教界 这可能也是全国人民的损失 那我们林医师蛇灿莲花 像我十大金句 网络上面这个十大金句 堪称是名嘴界未来的新希望 包括晚上10点限电 大家就睡觉 可以增加生育率 另外像捍卫助理不接电话 去上厕所 喝珍奶的100种方法 以及年轻网友是鲁蛇 反而是怪爸爸没有节育的观念 那林医师到台中来 这个设计台中 租房子在无日 这也不过才两个月的时间 但是他有独到的见解说 台中人都是令人崩溃的槟榔嘴 而且还告诉大家说 要穿防弹衣 才可以来参加第二选区的补选 所以以此种种的这些 这些说法 那反倒是在这场选举当中 另外的插曲 但是我反倒是针对 我反倒是对于 我们其他三位候选人 张炯春先生 李生翰先生 以及林金莲先生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 可以用自己的方法 来坚持自己的理想 来参与台中市第二选区 这一场立委的补选 让大家可以展现自己的才能 提出自己的证件 这是我看到的 在这场选举里面 我觉得最正向也是我最欣慰的 谢谢 当然 严先生是我第九任立法委员的同事 他比推荐他的政党 更有扎实的地方组织 更能够了解如何在地方跟基层 结合在资源上面充分的整合 这个其实这种特质是多数的政党 甚至没有政党奥远的人 根本没有机会 也没有资源的 这个我想这个特殊性 是即使在他自己所属的政党之中 都让人没有什么人可以跟他想比较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还是非常认同 这样子的选举文化里头 我希望未来我们有更多机会 让资源上面能够更公平 尤其是不会因为政党 或者是候选人的背景 而有所在资源上面的限制 这是希望未来在民主制度里面 更公平的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